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新疆的克拉玛依 今天带来的男子 68红年级的一场比赛 而红方就是小虎铁英华 蓝方是来自巴西的菲利贝 我们通过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来看 今天的铁英华还是收着打 他之所以收着打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右侧的眉骨 现在是缝了七到八真 我们通过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的局限训组之后 我们看到在第二回合来看 同样的情况就放开了 因为他有一个适应对手一种打法 同时也慢慢找这种比赛的感觉 慢慢进入这种状态 所以他要有效地控制对手的一种拳法 就把距离杆控制好 不让你拳打进来 很漂亮的那个前手板拳 现在小虎铁英华 用他的拳法已经完全抑制住了 这个菲利贝的这种进攻了 因为菲利贝他只要靠往前 用的支撑腿袭击铁英华 往往上扑 这不是一种主动的进攻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看到菲利贝他的这种前扫和低扫的动作 他也认为我这种低扫腿有点不对 肯定这菲利贝脚上一疼 毕竟这个铁英华带着是从泰国买回来的这个护裆 是一个铁壳的 就是你脚踢到我这顶上 你也疼啊 在我们武林空东展台当中 这个当步 颈步和后脑 这三个是进击部位 你看啊 铁英华的后手直前击伏 包括他的前手拳的击伏 线路的变化 铁英华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直拳 直向的拳马 以上包括他的上钩拳啊 这也就是铁英华的进攻线路 又是一个吉普 前手拳点击 直现在点击 后手拳打进去 但是腿法没跟上 现在铁英华在比赛 他很擅长着拳法的线路的 这种打法 但是他这种 腿没有跟上 他拳法是很好 你看他在后手之前 他很一样一个的拳法 如果腿把再跟上的话 就拳推主要 挨自你的进攻方式的话 那么对方就更难好 因为我们也希望铁英华能够 再上一个台阶 再上一个台阶 希望你的技术 更加的全面 打法更具有立体性 铁英华 花 槌 京等 就那少了 吃要有啊 小金城都拖了 去拖了 放上去 多万一 好 这边就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看到费里费 你看他近观 赫咋看到后果自拳 现在费里费只有高架之举 聪明的费里费利用腿把一种推法 不让廷华打进来 看下廷华的后者之间 打得多么精准 他这是很聪明的一个朵包 现在场上才放毛晶宇 再给菲利波进行强毒 这样的话菲利波就要被扣出两分 比赛没有悬念 没有悬念 廷华肯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其实时间长长那么低 现在全场对折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希望 廷华在克拉玛依能够Q这个手 现在菲利波在拼命地进行防守 现在已经是摇摇晃晃 他完全是听过本能在防守 这个廷华的进攻 因为从我们评论区看得很非常地清楚 由于刚才廷华进攻得很猛 这种体能也尽要进行一种调整 两个上锅拳三个上锅拳打空了 漂亮 又一个合适前 这个地方坐下推法控制 不让这个 таким ans 冲进来 王晋云第二次再给菲利佩进行强毒 如果再强毒的话 这场比赛就要结束 这些比赛打的现在没有选择 现在菲利佩只有苦苦的支撑 因为他还能继续比赛 今天菲利佩也知道了铁英华的铁拳 已经倒计值 还剩最后的八秒钟 只要菲利佩能够坚持到底 比赛结束 铁英华再一次 以胜利召集所有的现场朋友 我又赢了 我又赢了 好 中文字幕课 是 1号参半员30比25 2号参半员30比25 3号参半员30比25 比赛结果红方胜 铁英华获胜 有请刘战